HELLO 大家好,又來到我NEGENTLEMENT賽馬的時間 首先很返回顧上次禮拜三谷早夜賽的提供 7隻高出賽肉馬,有4隻都可以表現 團圓豐收第3隻放頭形勢 小龍奧場就很奇怪,梁家俊不放頭 跟第2碟這隻馬,跟第2碟你都預料就贏不了 那竟然跑到第2,算是表現不了 我相信梁家俊決心放頭,應該贏了這些馬 有獎真是虧了當位,形勢跑第4 滿威順8.6,跑第3 整體來說,我覺得表現還可以高出賽肉馬 兩隻馬膽磨道區就虧了少少形勢 因為本來我猜的步速會更快一點 因為小龍奧場就一定會放 誰知不放,步速慢一點 還有東外鐸在那時候的場次都不是由你 所以撲上來有一個緊緊張到第三 就算是這樣的 那刀玲紅星,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頭珠 和過關頭珠和對衝那段片 都知道我什麼情況 那跑第4,我覺得 這場梁家俊斗和小龍奧場有些不同 他發揮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緊緊跑第4就獲得了 其實如果有看我介紹這隻馬的那段片 我是這隻馬拖4隻 分別是跑1,2,3,5 所以這場馬說的5隻 就在頭5隻回來 所以事也命也 那 那 周六 看完好快就看完賽事 其實沒有太多時間量度 那 看完 說真的 心水那些 較為穩膽那些 通常我會選一些比較冷一點 但今次 較為冷的不是比較冷一點 較為冷的 但今次因為 不是太多時間看 好快就拿完一次 如果你看我選4隻馬拖 4隻都是熱滿 3隻大熱滿 1隻次熱 那我覺得較為蠻認真 那10場裡面 有4場的熱滿 我覺得較為穩陣一點 這樣介紹給大家 那 其餘6場我就沒有 沒什麼 comment 那 那其實 你說提供熱滿 不熱滿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那 大家參考一下 那4隻熱滿 上第6場 珍珠鳳王 珍珠鳳王 這隻馬 上季麥菲文 都已經有走勢 那季轉來瞄理 只有第一場都想搏 但是奈何 氣管多血 剛剛上那一場 表現非常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上那一場 的跑道形勢 是大力前領 在響其成 重組之星在前面 更來 都是在前列回來 在響其成贏 就是贏的 在響其成 珍珠鳳王 是唯一一隻 在價位後上 可以追得近 那 跟蘇紹輝 證明 人馬合拍 這次配分蘇紹輝 八檔 我覺得這隻馬 不用捐內蘭 八檔 蘇紹輝走三位 OK的 我覺得這隻馬 挺穩陣的 珍珠鳳王 第二隻馬膽 就是第七場 第七場 這場一定要對賭 不是叫對賭 應該這麼說 我不想用對賭 這個字 應該是覺得武士精神 一定不值得買 你試襲OK 但不是爆發聲 就是不是那麼突出 你熱門正常 但因為觀眾坊間 拍動郭富城 令到他只有2.5倍 這樣就不好 富高滑豆 好 上場跑了給你看 證明有實力 出閘都不太好 後上撲上來 僅僅跑到第二 這次排動更加理想 多出一場熱過身 有利條件於一身 有武士精神揹飛 那麼搏這隻馬吧 第九場 精算閃擊 看上場贏馬姿態 今場就算加了9分 這隻馬都不會是他對手 現在竟然有2.5倍 我相信林翔2.1 2.2 很穩定的 最後一場不用說 好運多贏 是厲害的 你說誰誰5.4倍 不知道林翔會不會熱一點 誰誰上場蘇紹輝 又是騎到一桌 騎到一桌 給你們看 莫雷拉 那蔡漢的馬當然預期會進步 莫雷拉騎上去 我覺得也未必會騎得比蘇紹輝高 所以好運多贏 那廖次都是跑得很好的馬 繼續換回潘頓 潘頓輸了兩場 羅宛泉都繼續換回潘頓 就是證明對潘頓沒有問題 那其實是用心跑 那這些馬 林翔希望回到2.1 2.2 希望誰誰落一點點飛 好運多贏 回回上一點點 這樣會好一點點 那 對 那就四隻馬膽 珍珠鳳凰 富哥白斗 精算閃擊 好運多贏 好運多贏 日熱了一點 我自己可能會穿一穿 穿過去買一下 那明天其實都不是太多時間 臨場到的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來到NetChannel YouTube頻道 請按訂閱 訂閱或訂閱 還有按鈴鐺 鬧鐘 日後有新的影片 就會第一時間 在通知 多謝你們 下集再見 拜拜